光阳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或许陪伴了我们很长时间 总有人问我们 我们也总是问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好故事 一起来看美国经典电影《四世故人来》 1869年 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世 凡冷的清晨在一处无人的山顶中显得格外昏暗 他默默用那不起眼的石块 埋葬了那个陪伴他四年的好友 这个好友给他说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这个好友给了他一个新的希望 从今天开始 他要成为他的这个好友 时至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 杰克看着眼前的北部士兵匆匆走过 心中多了一份感慨和自己都不知道的慌张 好在这一次 他有家了 什么都不能阻挡回家的路 哪怕一路都是荒凉 一路都是凄惨 一路都是战争留下的窗伤 在那个无人的树林 杰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把好友的手绢系到手上 恒山 一个听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地方 终于来到了杰克的面前 眼前的人符合那记忆中的故事 虽然在赌桌上失去一只手 但是对方还是认住了杰克 认住了当年一起赌博的死党 那一刻 欢乐的喊叫声回荡在整个藤山 萨摩斯比 萨摩斯比家的杰克回来了 藤山的所有人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们最大的农场主 那个暴躁愤怒的公子爷 从战场上回来了 实际上 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审视如今的杰克 有点害羞 有点彬彬有礼 怎么都和几年前的那个人对不上号 一个公子爷跑出去三军打仗 没有人认为杰克能活着回来 可是如今事事摆在面前 大家都开心自己的地头 有了战争英雄 老牧师作为最德高望重的人 让杰克第一眼就认了出来 还有那个从小把自己带大的管家埃斯特 他不断对比着自己记忆中的故事 表现得很谦虚 表现得很沉稳 然而当洛瑞得知自己的丈夫回来的消息 洛瑞慌了 有一次害怕和紧张 但是依然放下了一切 抛弃了那个陪伴他近乎一年的好心男人 他抓起儿子罗比跑进了大屋 拿出了本来已经藏起来的照片 悉心打扮了自己 途中 杰克看到了自家田地里劳作的男人 埃斯特诉说着杰克走后的过往 战争席卷了这里 当初的大屋也被北方人洗劫一空 如今除了贫瘠的土地 这里已经什么都不再留下 而那栋被身亡好友提起多次的红色大屋 如今充满了破败 充满了萧索 而今天 属于他的妻子和孩子走了出来 果然 他如同朋友口中的话语 美丽 大方 有着一股高贵的美 这就是我的妻子吗 洛瑞急忙让儿子罗比和父亲打招呼 可是对于罗比来说 父亲这个词语实在太陌生了 他只能叫了一声 先生 因为这代表了尊敬 也代表了敬畏 杰克忐忑地牵起了妻子的手 我都忘了你有多美 看着妻子没有抗拒 杰克知道自己这次可能成功了 在众人的欢呼下 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自家的狗杰索不顾杰克安抚 止不住的狂吠 好在递出了那条手卷后 杰索安定了下来 此时 众人提议为杰克跪来庆祝 所有人都想听听战争英雄的故事 在杰克的讲述里 不知怎的 几方就已经战败 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埃尔麦拉的监狱 杰克也因此被守卫踩断了右手 如今只能靠着左手写字 然而洛瑞觉得不对劲 自己的这个丈夫很不对劲 不仅和孩子友好的聊天 更是和所有人都能熟络地攀谈 杰克确实认不出来庆贺的一大家子 直到对方说出了自己是约瑟夫 杰克才明白 他就是父亲花了一百美金买下的佣人 约瑟夫知道这次场合自己不能久留 果然 当初杰克的老友不仅劝杰克多喝酒 更是直言离那些人远一点 看着滴酒不沾委婉抗拒的杰克 老友忽然觉得杰克变了 变得陌生 变得不一样 杰克只能说一切都是战争的错 急忙离开 走向自己的妻子 杰克一遍遍和洛瑞跳着舞 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 这里面就有那个陪伴洛瑞几乎一年的伤心男人 奥林 奥林是小镇的年轻牧师 当年也因为战争失去了一条腿 可是比起失去一条腿 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希望 奥林心终其愤怒又矛盾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没有了 更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直到众人散去 杰克急忙说起自己拿着的手帕 那是当年妻子送给自己的最后礼物 看着默不作声的妻子 杰克一时间慌了起来 家中弹孔密布 所有的银器和地毯也被北方人洗劫一空 那是你离开前睡的地方 妻子的一句话让杰克愣住了 忽然间他明白夫妻之间有问题 只是真到了家 真有了家人 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放弃呢 脱下那一件件外衣 洛瑞心中还是有点猜测 他觉得如今的丈夫有些不对 可是看着忽然出现在面前的男人 洛瑞慌张了 急忙镇定下来后 杰克希望妻子为自己刮脸 那一刻 洛瑞和眼前的男人玩起了游戏 他眼中的丈夫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就根本不刮胡子 不像是男人 更像是野兽 那一刻 杰克确定了一件事情 洛瑞一定知道了什么 他或许喜欢狂野的 不同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抗拒 更展现了自己的勇敢 是时候展现自己的勇气了 说着说着 杰克的手扶上了洛瑞的身躯 洛瑞二话不说 把利刃对准了杰克的勃勾 杰克急忙放下了手 询问干净整洁的自己怎么样 我在想 眼前坐在我厨房的男人到底是谁 看来 妻子还是不信任自己 一记不成 杰克又想到了新的办法 他握住洛瑞的手 温柔而不舍 那一刻 洛瑞不自觉地笑了 那份感觉很温暖 也很贴心 这是洛瑞从来都不敢想的感受 这也让他开始欲罢不能 四日天明 杰克匆匆出了家门 是时候说清楚了 奥林找到了农作的洛瑞 希望能够聊清楚 然而洛瑞说的则更加明确 当初你帮我农作 过生活 我的确答应了你 但那前提是我丈夫死在了战场 如今 丈夫回归 你我又没有夫妻之时 自然一切都要做吧 可他要是在打骂你呢 一时间 奥林难过地哭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 会再度进入炼狱 恐怖的回忆让洛瑞心乱如麻 杰克一大早出门是有原因的 他想知道 自己的这个家 到底还剩下什么 直到眼前荒凉的景象 和那记忆中的故事 一一比对 杰克终于确定 除了荒芜却广阔的土地外 自己家里 只剩下一个破败的机设 贷款 荒地 贫穷 终于让杰克怒不可遏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新生活 怎么就是这副模样 另一边 罗比发现了自己的狗 解锁忽然暴毙 他不明白 解锁好好的 这到底是怎么了 在杰克的安排下 一家三口 埋葬了解锁 杰克为爱宠念起了道次 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 这条狗必须死掉 贫瘠的土地 让杰克一时间泛起了难 他深知 这样的土地 再也种不出棉花 看着还在翻地的奥林 杰克气不打一处来 先不说这一年 奥林根本没有拯救土地的贫瘠 但单是自己回到家 他依然在家门前出现 就让杰克知道 奥林还是不死心 奥林直言 洛瑞服从杰克 只不过是没有选择 但是杰克知道 眼前的男人 不是洛瑞真正爱的 他爱的是一个勇敢的人 而不是面对失去爱情 却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之后 洛瑞面对杰克的质问 紧张地解释了他和奥林的关系 希望丈夫可以谅解 可以宽恕对待奥林 只不过洛瑞怎么都想不到 杰克却利用这个机会 把自己也说成了陌生人 把自己带入了奥林 让那夫妻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亲密 变得那么神圣 那么让人向往 杰克的玩笑 让洛瑞第一次大笑起来 那样的美丽 杰克实在渴望多多看见 深夜时分 洛瑞想看看那个丈夫 到底在干嘛 杰克实穿了一件不起眼的阵衣 那是当初洛瑞为杰克缝制的第一件阵衣 当初杰克的不喜欢 换来了洛瑞再也不为丈夫之一 陈年的往事 让洛瑞也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生下罗比的奇迹 就是因为杰克醉酒才有了孩子 而自那之后 杰克就再也没有碰过洛瑞 这一次 洛瑞勇敢地询问眼前的人 是否要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房间 这一次杰克否惧了 他看着开心地跳上床的爱人 第一次他觉得自己真的回到了家 洛瑞看出了眼前男人的忐忑 他果然不知道过往的一切 只不过这几天下来 洛瑞觉得可以了 可以接纳他 接纳他记不起那些不开心的回忆 如果洛瑞接纳了自己 剩下的就是儿子罗比了 次日一大早 杰克想带领罗比到镇上买鞋 这是自罗比出生以来 第一次和父亲独处 坦德的他不知如何和父亲对话 杰克知道如何和孩子相处 教授罗比驾驶马车 让孩子第一次笑了起来 然而事情出乎人的预料 杰克千算万算 怎么也想不到 邪将拿出的原先的尺码 发现如今杰克的脚竟然小了两岁 杰克根本来不及慌乱 因为一件更重要的事 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终于找到了未来的路 一条可以改变所有人生活的路 所有人听着杰克的话 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杰克提议大家一起种植烟草 原因很简单 如今有公司大批收购博来烟 如果种植得到 每一磅就会有八分的收益 与此同时 杰克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有了收益 杰克会先偿还自家之前的贷款 还清后 参与务农的所有人 都有机会买下自己家的土地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大家都知道 萨莫斯比加可是最大的农场主 卖土地的事情 听起来是傻子才会干的行为 杰克当机把焦点对准了 约瑟夫一家人 对于约瑟夫来说 被人买卖到这里 如今能有一分当家做主人的希望 这简直就是上天给予的最大礼物 此时群分难平 二零及时出现再添了一把火 你的计划倒是不错 可是种子呢 要知道烟草种子再过黄金 你自己都负债累累 怎么买得起种子 这让众人也觉得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杰克望着骆瑞 希望众人众筹一起度过难关 看着依然不同意的所有人 骆瑞这个勇敢的女子 终于站了出来 他拿出了唯一部被人抢走的 家传凶针作为表率 表示这份钱不是为了自己的丈夫 而是为了在场所有人 为了一份可能实现的希望 有了骆瑞的表率 大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守着那些宝贝 吃不能吃 用不能用 或许这个办法真的行得通 这算是给了大家一个保证 所有人都捐献出了自家的财产 杰克用那不熟悉的左手 一遍遍书写着每一家的价值和索要的土地 约瑟夫也拿出了家中的质保 只为了一份十亩的土地 临走前 罗比送给父亲自己的质保 那是一把匕首和一份蛇皮 这是对于父亲的信任 也是一个孩子敢于面对责任的表现 整整一大马车的物品 让杰克已经算好了价钱 他想一走了之 也想重蹈究辙 因为在财富面前 之前的他曾消失不见 随着杰克的离开 所有人开始丈量已经分化好的土地 努力地开垦 只等待种子的到来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 所有人心中不禁对于杰克的未归 产生了质疑 在奥林的推波助澜下 所有人都在问罗瑞 杰克何时归来 他会回来吧 那个人不会携款私逃吧 这样的质问在小果的叫声中 让罗比看到了父亲 杰克带着钱和种子回来了 更是为孩子买来了新的小狗 望着站在门前的爱人 罗瑞一时间心动万分 这是对于一个男人的心动 并不只是因为 他是那个名义中的丈夫 他没有辜负我 更没有一走了之 是让罗瑞确信了 自己的爱没有被辜负 而杰克也没有辜负所有人 远走弗吉尼亚 买回了代表希望的烟草种子 先把种子撒入泥土充分搅拌 再放入开垢好的土地 深深铺满压石 再用布和稻草 制作出温暖的温室环境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人的爱意不断升温 杰克也利用闲下来的时间 教授罗比自己最爱的河马史诗 一家人的日子 如同那土地里的种子 等待着春天 等待着破土发芽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老远们都不明白 如今的杰克怎么和庸人们搭成一片 好在烟草已经长出了幼苗 可以正式埋入土地继续生长 只不过如今的土地养分还是不够 杰克只好带头为土地施肥 而看着家中破坏的环境下 光风呼啸 杰克发誓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为自己的爱人和家庭 带来好的环境 好的生活 洛瑞不害怕贫穷 他害怕如此好的生活 只是梦境 他的丈夫根本不会和颜约瑟 更不会和儿子读河马史诗 身份的话题再次被谈了起来 杰克只能自己带入了自己 他说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教师 喜欢读河马史诗 而他死后 这本书就换成了我读 那他是怎么死的 只是死了 就那么死了 两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事实 只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 选择了隐瞒 选择了无视 天气逐渐变暖 杰克教授儿子一定要摘下花朵 这样养分才能充分给予到叶子上 谁知此时 洛瑞突然晕倒 这一次杰克得到了好的消息 杰克要当爸爸了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然而作物遇到了新的问题 杰克发现所有的烟草上 固满了天鹅虫 如果不及时处理 所有的叶子都会被啃尸殆尽 约瑟夫建议杰克去找奥林寻求帮助 但是这是杰克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几名流乱汉拦住了杰克的去路 话里话外直言自己几人 是当年杰克的育友 忍住的洛瑞也不明白 这个一向温和的爱人 怎么对着陌生人动起了刀子 他找到杰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杰克害怕了 他不知道如何解释 更害怕自己的一切都会消失 他第一次气急败坏起来 第一次对着洛瑞发了脾气 把所有矛头对准了那该死的害虫 当奥林为网友塞尔扫墓之时 流浪汉们找上了奥林 如今害虫越来越多 而奥林再次出现在了杰克的面前 这一次 奥林带来了自己除害的方法 这让杰克既惊喜又意外 奥林说起这是好友塞尔的办法 杰克想都没想 说下次见他要当面刀切 这一下子确信了奥林得到的消息 眼前的杰克有重大问题 心急的奥林直接找到了洛瑞 六年时间自己任劳任远 一个男人回到家门前 让自己让出亲爱的女人他认了 可这个男人根本不是所谓的杰克 原来之前的流浪汉已经认出 此杰克并非真正的杰克 真正的杰克胸口有着刀疤 而这个杰克胸口并没有 奥林说出的塞尔本是杰克的好友 而这个杰克连好友去世都不知道 肯定是一个冒牌货 这让奥林怎么能忍受一个骗子夺走所爱 更让人气愤的是 自始至终 洛瑞都知道 这是他不敢面对的事情 也是他不敢说出的真相 是他让一个陌生人进入了家门 也是他心甘情愿 怀上了他的孩子 奥林口口声声的咒骂 让洛瑞慌乱了 此时杰克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切 决定真正的和洛瑞摊牌 他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情 无论你觉得我是谁 我爱你洛瑞 可是你爱我吗 刚接受了道德的谴责 洛瑞此时恐惧和内疚大于一切 他害怕真的是他杀死了真正的杰克 他拿起枪逼迫这个醉酒的男人离开 因为那个老杰克 最爱的就是醉酒殴打自己 杰克不害怕这死亡的威胁 他害怕失去本应该拥有的家 害怕失去自己奋斗的未来 他站在了洛瑞的江前 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爱意 谁知深夜一变突生 庶民裹着白布的人 在杰克家门前纵火 更是带来了被打到 伤痕累累的约瑟夫 一行人自称白色骑士 要对约瑟夫拥有土地做出惩罚 杰克直言战争已经结束 法律保护约瑟夫和自己的权益 此时一个人觉得杰克很眼熟 似乎像是那个克拉克军的教师 杰克心里呼得慢了一拍 急忙否定 更是握住了对方的枪 此时担心的洛瑞跑了出来 一行人中一个男人急忙举起了手枪 旁边劝阻的声音让杰克发现 正是当初最早认出的好友巴克 而那个举将男人的脚 一下子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慌乱间杰克夺下了对方的枪 所有人一瞬间逃之夭夭 事后杰克急忙安抚害怕的儿子罗比 站在门外的洛瑞忽然间清醒了 不是杰克又怎样 不是丈夫又怎样 他会为孩子读书 会为这个家奋不顾身 更重要的是 他是我真正爱的人 此日奥林终于向杰克摊牌 他知道狗是对方啥的 杰克也知道那个举枪的男人 正是奥林 此时一场全力的争斗 在小小鸡舍中展开 奥林和杰克都对着对方 吓起了死守 儼然一副你死我活的地狱场景 忽然间 罗比跑了过来 告诉父亲 母亲生产了 那一刻 生的力量击罪了所有头恨 奥林知道自己输了 杰克奋不顾身地跑向自己的家 那里有着爱人 有着自己的女儿 有着放下一切包袱后 真正的释然 终于 烟草大获丰收 所有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天 得到了回报 属于杰克的春天来了 所有人砍下根茎 收获烟叶 并且在晾晒后 充分切割 制作烟草 老牧师也不禁对着自家烟草赞不绝口 这一次 杰克准备为教堂重新修缠屋顶 这一天 杰克的女儿瑞秋 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该来的总会要来 联邦警察找到了杰克 以杰克军事的一起谋杀案 逮捕杰克 事后 骆瑞找到杰克 他表达了追随杰克一辈子的想法 只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杀人 得到了杰克否定的答案 骆瑞决定陪同爱人 一起接受审判 那一天 镇上所有人都拦住了前行的马车 他们不知道杰克到底有没有杀人 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他杀人 因为未来就在眼前 生活就在眼前 看着所有人既担心又期许的目光 杰克明白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他都要做到 可是真被戴上了手铐 真的被所有人审视着打量着 杰克明白有些事情 躲是躲不掉的 法庭之上 到来的是一位全新的法官 这让所有人议论纷纷 原告方拿出了相关证据 证明出狱后的杰克 因为打牌作弊被发现 遭到了被害者的毒打 彼时的杰克拿出了枪 尽管对方死死哀求 杰克依然开枪打死了对方 更是有人证证明当时入住酒店的人 正是杰克本人无疑 此时法官宣布休停 明日再审 洛瑞想了很久 也找不到好的办法 此时奥林找到洛瑞 说出自己有办法拯救杰克 只要洛瑞答应自己的条件 洛瑞找到杰克 说出了奥林的办法 只要杰克说出自己并不是杰克萨姆斯比 那么一切执政都将无效 事到如今 杰克已经没有了隐瞒的必要 但是他依然坚称自己就是杰克 洛瑞笑了 笑的是笑话 更是笑自己即将面对的结果 他同意了奥林的提议 在次日开庭时 公开承认此杰克并不是真正的杰克 作为妻子 自己第一时间就认出来 对方是冒名顶替 原告和杰克都希望洛瑞停止出庭 法官提醒洛瑞如果证明是冒名顶替 所有的控诉当然会被撤销 但是为何洛瑞没有在发现的第一时间 告诉给大家呢 聪明的洛瑞当然知道这个答案 看着所有人的目光 洛瑞说出了所有人心中的话 很多时候 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所有人都盼着老板杰克回来 这样就会有吃的 就会有钱赚 如果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像杰克 那么他是不是真杰克 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 我家的狗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贾杰克 你看 镇上的鞋匠到现在都不承认 那个芝麻不对的事情 母亲的话让罗比迷惑了 他找到眼前的父亲 很想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这一次 他说出的词语是爸爸 律师拿出了约瑟夫得到的契约 洛瑞矢口否认了这是丈夫的笔迹 这一下子 这民们集体炸过了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掌空 所有的捐献都成为了泡影 终于 律师叫来了一个关键证人 那晚纵火 认出杰克的领头人 马修 马修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男人 他根本不是什么杰克萨摩斯比 他是来自克拉克郡的教师 霍勒兹 一个已骗走全村 1200元逃跑的骗子 一个搞大了姑娘肚子 逃跑上战场的流氓 一个上了战场 当了逃兵 又被抓起来的胆小鬼 一句句昨天的真相 打碎了霍勒斯 好不容易建立的心 他决定了 决定站着死 也不能躺着火 他当庭开除了律师 宣称自我辩护 既然你们都说我是一个骗子 那么我就展示一下骗子的手段 霍勒斯首先以当晚的纵火案 激怒马修的极端心理 更是挑拨起马修和新法官之间的矛盾 让法官羁押马修 推翻了之前的证词 这一下 法官也拿不准眼前人到底是谁了 可是霍勒斯依然自称自己是杰克 在他的带动下 所有证明都愿意证明 眼前的男人就是杰克 这一下霍勒斯的目的达到了 如果自己不是杰克 即将到来的收益就是泡影 是让大家不得不承认 自己就是杰克本人 而最终的关键点 一定就是那个最熟悉对方的妻子身上 面对霍勒斯的提问 骆瑞说出了心里话 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有一个父亲 骆瑞明知道对方不是杰克 依然默不作声 霍勒斯再次提醒骆瑞 你再坚持否认 所有人的努力终将泡汤 你再坚持否认 我们的女儿会被人叫为私生女 你再坚持否认 你自己的生活会受万人唾骂 骆瑞的坚强和勇敢是霍勒斯想不到的 骆瑞只要爱人活着 哪怕自己和未来都是黑暗 霍勒斯敏锐地察觉出 骆瑞和奥林的交易 骆瑞只好说出了 当初答应屈服于奥林的条件 固执的骆瑞让霍勒斯无从下手 我知道你可能因为诈骗被判几年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啊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 霍勒斯的声声质问 让洛瑞说出了心里话 我知道你不是 因为我从未像爱你这般 爱过那个真正的杰克 爱情的证言证明了洛瑞的心 霍勒斯逼迫洛瑞说出自己就是他的丈夫 哪怕是以霍勒斯的名义 但是在这个法庭之上已经足够 所有人都知道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所有人都选择尊重他的决定 法官本想规劝 毕竟一旦承认是杰克 面对的可是绞刑 这一次霍勒斯依然坚持 哪怕面对的是死亡 自己依然是杰克·萨姆斯比 勃莱恩终于在市场上卖出了高价12分 足足比杰克自己的估价高出了4分 这让杰克足足赚了1万多美元 得到消息的杰克开心的和洛瑞跳起了舞 他成功了 成功书写了自己的新人生 然而新人生在今天也要走到尽头了 洛瑞还是不明白爱人为何选择面对死亡 杰克告诉洛瑞 告诉儿子 他的父亲没有杀人 他告诉洛瑞 法庭上对于霍勒斯的指控都是真的 他确实骗了钱 确实搞大了肚子 确实当了逃兵 在监狱中 他认识了真的杰克 杰克告诉了他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 包括手券 包括家人 包括妻子 包括证明 所以他羡慕杰克拥有的一切 羡慕这样的人生 直到那一天 真杰克打死了被害人 自己也因为失血过多 倒在了山边 当霍勒斯发现杰克生死 他埋葬了杰克 准备以杰克的名义 开启新的人生 洛瑞知道了真相 更想和爱人共度余生 但是他自己不能承认 因为霍勒斯已经死了 被他埋葬在山边 自己就是杰克 因为只有是杰克 儿子才能健康成长 女儿才能名正言顺 大家才能收获幸福 而自己才能真正心生 当过你的丈夫 是我最骄傲的事 杰克穿上了那件 被遗忘的新尘衣 只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害怕的双手颤抖 抖到不能忌扣 杰克给出了自己的婚戒 是要让洛瑞观看自己的雏形 那一天 所有人都来到了现场 只是杰克依然呼喊着爱人 呼喊着那个给他希望的爱人 洛瑞还是来了 那一刻杰克有了勇气 他勇敢地赴死 勇敢地保在了所有人面前 勇敢地用爱告诉给爱人期许的一切 杰克走了 走在所有人的眼泪中 日子恢复了正常 那个被承诺的教堂屋顶 如今开始修缮 那间破败的大屋 如今已经粉刷一心 那条送给儿子的小狗 如今渐渐长大 只不过总有一个女人走向高处的山岗 走向爱人的墓碑 那里躺着我摯爱的丈夫 躺着贼爱的父亲 躺着最好的恒山公民 杰克 萨姆斯比 本片完 《四世故人来》是1993年美国经典剧情片 相比执意的萨姆斯比 我更喜欢《四世故人来》这个名字 故事很简单 真杰克本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 却对妻子动则打骂 冷言冷语 更是在妻子怀孕的时候 丢掉一切去参军 他在狱中认识了骗子霍勒斯 并在与人斗殴中死亡 至此 霍勒斯开始以杰克的名义回家生活 从而和妻子洛瑞日久生情 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些苦恼 特别是法庭上 到底是把屏幕前的男人 叫做霍勒斯还是杰克呢 他是霍勒斯 却甘愿活成杰克 那他到底是不是杰克 可后来 我释然了 他是谁又何妨 他是洛瑞爱的人 他是小镇的希望 他是罗比的英雄 他是女儿的父亲 这一切已经足够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强调身份 但是身份往往给予我们的 又是加索 真杰克崇拜父亲的强势 把自己活成了刻薄暴力的农场主 而霍勒斯因为生活 做着所有的苟且 但是打心里 他痛恨这样的自己 人都可以悔改 但是不可以犯那些 无法弥补的错 在法律面前 身份可以表明你无罪 但是霍勒斯愿意复发 我相信 那里有着一丝潜意识 击堆自己过往的罪的忏悔 他知道一旦暴露受牵连的是所有人 所以在爱的面前 他选择了牺牲 成全爱人 成全所有人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故事 我想以霍勒斯的第一人称 在阿月说中重新续写这个故事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 您喜欢吗 欢迎大家把喜欢打开评论区 届时阿月会及时给出 我心中的另一个剧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